好,來到我們第二節,我身邊有第二位嘉賓,謝老師,四哥 四哥是甚麼呢?我就留待下一節來介紹 可能大家一見到四哥,咦,是否在哪裏他見過呢? 難道你見兄還是在哪裏?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,四哥就是文化人,不敢當 你見到現在屯門喇喇,甚至殺到他,是不是? 即是繼續這樣,其實你怎樣看? 好,回到第三節,我身邊四哥,謝老師,剛才有些網友都認不到 看杜奇峰的電影,有一次討論區的林登那邊都說 有哪些杜奇峰遇用的演員,當然有大名的 經常會數任達華、林家棟、劉青雲、劉德華 甚至到張小輝、林雪等等 還有很多人,咦,這個馬美哥,這個是不是羅昆昌? 這個是吳偉良,這個就是謝老師 那可否即是說,其實你在有一些幕後去到我前 你是屬於哪一種的?為什麼杜奇峰會找你? 我是幕後人來的,我一直做到製片和副導演的那些 其實找幕後人員埋位是一個我們的normal practice來的 也問誰ちゃん呢? 因此